北京时间9月24日,中国女排正在浙江宁波参加奥运资格赛,本次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确实非常惨烈,球队经历了一次高开低走的过程,从开局阶段的三连胜再到后期的三连败,如今这只中国女排似乎给人的感觉有些不堪一击,完全打不了硬仗。 虽然是东道主,占据了天势地利人和的优势,但是面对对手的强力反攻,中国女排完全顶不住对手,一笔三输给多米尼加后,中国女排遭遇了三连败。 中国女排遭遇三连败之后,不仅又一次被扣了国际积分,而且已经提前一轮无缘奥运资格赛出现,无缘提前拿到奥运会门票,这对于中国女排这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来说,是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结果。 毕竟中国女排可以中国三大球唯一的一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队伍,这只球队的基本面还在。 球队让我们看到了一定上升空间和竞争力,但是却在本次比赛打得一塌糊涂,令人痛心。 蔡斌作为球队的主教练,在过去的比赛中明显临场应变出现了巨大的问题。 不管是错误的坏人决策,还是一些临场的指挥滞后和错误选择,很显然都成为了中国女排最终输球的导火索。 如果不是因为蔡斌的问题,或许中国女排与加拿大和荷兰的比赛都不会输掉。 所以说蔡斌难辞其咎,作为球队的主教练,在球队输得如此惨淡之后,蔡斌负有主要责任。 甚至赛后几千名球迷,围着女排大巴车高呼蔡斌下课。 其实蔡斌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表态,奥运资格赛要确保第一时间拿到奥运门票出现,随后杭州亚运会要拿下冠军,这也算是立下了两个军令状。 但是目前杭州亚运会还没打,奥运资格赛就已经目标落败,蔡斌是否会选择三连败之后引咎辞职呢? 正常来讲确实存在可能,毕竟确实主教练存在巨大的问题,蔡斌需要学会揽择。 但是蔡斌赛后却宣布意外决定,暂不辞职。 蔡斌暂不下课也得到了赖亚文的批准,毕竟接下来还要与塞尔维亚的比赛要打,而且打完了奥运资格赛又要去杭州参加杭州亚运会,两项比赛连周转。 这个结果眼上再去调整主教练完全来不及了,而且新周期一直都是蔡斌带,眼看着奥运会明年就要来了,再换教练估计也没人愿意仓促接手。 所以说蔡斌看上去暂时或许是不会下课的,我们也希望球队可以调整好状态打好最后一场比赛,并且争取在亚运会上拿下冠军。